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可以作为思想实验的很极佳的素材 那么科幻小说它会分为硬科幻和软科幻这两种 这个硬科幻它是注重严格的技术推演和科学的猜想 在逻辑合理细节的准确的基础之上 去思考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而软科幻它是仅仅借助科幻的形式 以构造全新而极端的处境来凸显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去思考其中的哲学 伦理 政治 社会 人性等等基本问题 那我们今天是第33讲 这一讲我们要讲著名的科幻小说家 厄修拉勒古恩的一个经典的短片叫《那些从欧麦拉斯出走的人》 这部小说就是一部软科幻的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它所描绘的 是一个叫做欧麦拉斯的海滨城市 市民们的生活繁荣富足 充满欢乐 然而在这座城市的一幢漂亮的公共建筑之内 隐藏着一个狭小的地下室 里面紧锁着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 他浑身赤裸 瘦骨凝形 腹部肿胀 屁股和大腿长满胧 一连四季都生活在这个臭气新天 暗无天日的环境里 原来整个城市的幸福 都是建立在这个地下室无辜的小孩受苦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有谁将这个小孩解救出来 欧奈巴斯成千上万人们的美好生活 将倾客间烟消云散 假如你是欧麦拉斯城的公民之一 面对这个小孩的境况 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小说的作者告诉我们 大多数的欧麦拉斯人对此保持了理智的沉默 他们非常珍惜以这个小孩的惨痛代价 所换来的幸福生活 甚至认为只有把日子过好 才是对地下室孩子的最好的报答 不过仍然有少数的欧麦拉斯人为此饱受煎熬 他们最终选择单独离开舒适的家园 走向未知的远方 相比上一次我们讲过的电车难题 这个案例从人的道德情感的角度 对公立主义选择的正当性提出了更有冲击力的质疑 他为我们理解复杂的人性与文明制度的关系 展示了更加众生的图景 这也是这个故事在思辨意义上的迷人所在 所以我打算结合文本当中的细节逐渐深入 分几个层次来探讨其中所印含的问题 首先是公立主义的层面 一个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人 看起来可以为快乐的欧麦拉斯人提供最为轻松的辩护 对于纯粹的公立主义者来说 只要能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这就是最大的道德 一切都是数字换算 至于承受痛苦者是否无辜 完全可以视为不相干的因素而排除在考虑之外 只要最大化幸福的目的是震荡的 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 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 由此就可以推出欧麦拉斯人享受他们的好日子 理所当然 可是问题恰好在这里 欧麦拉斯人并不是这么心安理得 这就把我们的讨论引入了第二个层面 但是在进入第二个层面之前 关于公立主义原则如何适应到具体的个案 我们仍有必要做一些比较和诚心 在此我记两个对照的例子 第一个案例 有人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生活在一个非常类似于欧麦拉斯城的世界当中 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富人依赖于穷人的不幸 发达的国家的繁荣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是那些收入微薄的群体 支撑者处境忧郁的人的奢侈的生活 这是第一种反例 第二个案例 反恐部门获知 有个恐怖分子在某个城市的几个地方 安装了定时炸弹 将危及数千人的生命 侦察人员立即审讯该恐怖分子 但是即便动用了各种刑性逼宫的手段 恐怖分子也死不招供 警方只好把他最心疼的六岁的女儿带到现场 并进行残酷的折磨 我们知道思想实验 它是非常注意对各种可能的变量因素的设定 以检验同样的折弦命题的可适用性 把这个两个例子和地下室孩子的案例相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即使他们都可以按照同样的公立原则加以评判 但是依照具体个案的情形 我们也会得出并不相同的倾向性的结论 以案例一的富人相比 欧曼拉斯人的幸福更加的不合理 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 对地下室孩子的人生权利直接剥夺的基础之上 而所谓富人穷人之间的促进优劣的差距 一般而言是由于市场制度资源等因素 所导致的间接的后果 那么与案例二当中 反恐人员残酷的折磨恐怖分子的无辜理而相比 欧曼拉斯人冷酷地对待地下室孩子的做法更不正当 理由在于如果阻止前者的行为 将立马导致数千人的生命顷刻间消亡 因此该做法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反之如果检放地下室的孩子 欧曼拉斯人丧失的仅仅是繁荣富足的生活 只要他们的生命保全 他们就还有创造幸福的可能 以上的分析看起来都是过于冷静 甚至有些冷漠 但是这也是公立原则本身的逻辑必然 因为公立主义它只会着眼于后果 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冷冰冰的算计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 把人仅仅作为手段 而想更慈悲 更有人性的温度 那就超越公立主义 于是我们就进入了文本分析的第二个层面 欧曼拉斯人的道德负罪感 小说当中透露 这座城市的公民并非很傻很天真的人 他们并不单纯 既不是温慎的牧人 也不是高贵的野蛮人 也不是无器的乌托邦主义者 他们成熟 聪明 热情 从道德的表现来看 他们的快乐是适当的 得体的 高尚的 并不是那种奢侈的 有害的快乐 他们赋予爱心 尤其对所有的孩子都如此的温柔 他们在建筑 音乐科学方面的成就 都配得上人类的高贵 总之 这座城市没有罪恶 但是 他们之所以如此友善 和谐 上进 正是由于 他们对地下室受苦的孩子满怀愧疚 他们清楚 如果没有一个可怜的孩子 在黑暗当中哭泣 那么 就不会有另外一个孩子 目遇着夏日的第一缕阳光 吹奏出欢乐的音符 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 一方面 他们知道现状是无助的 不可改变的 另一方面 则激发了 他们对慷慨仁慈之心的魔力 由此 他们的生命 才有了光辉 对于自身的道德负罪感的掩饰 还突出的体现在 他们对待地下室孩子的态度上 首先 这些市民在偶尔谈到地下室孩子的时候 用的称谓的代词是动物性的他 这就意味着他们刻意地把这个小孩排除在人类之外 既然小孩不是人 不是同类 那么他就等同于一个畜生 所以把他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 也就顺理成章了 没有必要再为此纠结不安 其次 本来按照公立原则的纯粹计算标准 显然 不能用全城所有人的美好舒适 唤起那个小孩 一个人的近况的小小的改善 但是 欧曼拉斯人 敬意不从道德判断出发 把计算的概念 置换为罪恶的概念 他们控诉 为了一个人的幸福 而抛弃千万人的幸福 这简直是极大的罪恶 这样一来 其中的意涵 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他们不再是在手段和目的 快乐和痛苦之间 做出利弊的权衡 而是在严重的罪恶和很小的过错之间 去做出选择 无形中就是他们对小孩的冷酷 甚至成为了某种善行 第三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为不解救这个小孩 找到了更具人文关怀的说辞 他们说这个小孩被奴役灌了 自由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 他是如此的低能和弱智 所以阳光和温饱 的真正快乐对他是无动于衷的 他初熟已久 过于神经质 人道的对待 非但不会降低 他对人的不信任 反而会徒增 他对城市的敌意和破坏 诸如此类 我们看到 欧麦拉斯人 总是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 但是他们越是这样辩护 越说明他们内心并不坦然 良知的呼声 总是在那里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 对人的行为选择起到了制衡的作用 并且提醒我们公立主义 并非全部的道德真相 勤起的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是强大的 足以消磨人的道德意志和残存的良知 大多数的欧麦拉斯人 从最初知道真相的震惊 难受 愤怒 进而走向了无能为力 承认现账 最后变成了平庸的恶而不自知 以至于麻木不仁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 还是由极少数的人 做出了非凡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 如何寻求道德的中道平衡 那些离开欧麦拉斯的人 他们并没有去解救这个小孩 但是他们也拒绝接受幸福 他们试图在功利主义的后果论 以遵循内在善的道义论之间 做出艰难的平衡 基于后果论的考量 他们不会为了践行所谓的绝对正确 而冲动的把这个孩子救出 如果他们丝毫不顾及这种异举 对整座城市造成的极大的破坏性后果 那其实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意 以公民同胞的不幸为手段 来成就自己的道德完美 可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做不到安然享受 建立在这种不公不义之基础上的幸福生活 从道义论的立场 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则的 比如说平等的人应当被平等的对待 不必要的痛苦是错误的 你愿意怎样对待别人 你就怎样的对待 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 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坚持这些原则对他们来说 比个体的利益快乐更加的重要 在痛苦的权衡之后 他们所选择的离家出走 你可以说是独善其身 但更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为什么呢 小说的结尾写道 他们要去哪里 去的地方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在他们出走的那一刻 根本无法想象 但是他们 那些从欧赖马斯出走的人 似乎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的确 他们并非对未来的道路一无所知 他们的选择注定或者必然是正确的 当他们一旦走在这条路上 他们的每一步 其实都在实现幸福和德性的统一 我们的分析还要继续的深入 最后一个层面 那就是人类的文明根基的层面 这是这部小说或者思想实验当中 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隐喻 文明的大厦 犹如欧拜拉斯城那漂亮的大楼 让这座大厦免疫崩溃的却是一个无辜的孩子 被剥夺受到苦难的残酷的事实 自由平等博爱应该是文明的大同理想 然而通往这个人间天堂的道路 往往需要从地狱出发 文明的光鲜背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罪恶败坏野蛮的人性现实 我们揭露这一真相并不是要否认人类文明的成就 反而是让我们对人类文明的建设 有更深沉和更坚定的盼望 小说的作者特意地告诉我们 欧赖拉斯人是老派的和守旧的 他们没有传统的宗教 没有神志人员 也没有军队和刀枪 因为这个地下室纯然无辜的孩子 就是那个被献祭的羔羊 也是他们最坚固的盾牌 说到底文明是什么 文明其实就是一条赎罪之路 其中充满了理性的狡诈 不管生活在具体历史的和文明的处境下的人 怀着怎样的心思意念 不管文明的发展有多么的艰难坎坷 文明的精神终究会由那些离开欧麦拉斯的人 一代一代的星火相传 并且发扬光大 说到人类文明大厦的根基的问题 我最后要补充告诉大家 其实有关地下室孩子的原创和母题 是来自俄国的著名作家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 卡拉·马走夫兄弟 其中的主人公之一 一万对他的哥哥说了这番话 他质问他的哥哥 你直接了当地回答我 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 目的是让人们幸福 给他们和平与安宁 但是为此目的 并且并不可避免地 要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 无辜的孩子 用他无辜的眼泪 作为你大厦的基础 你会不会同意 在这样的条件下 担任这个建筑师 我也把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这个问题 献给大家 也献给我自己 我们都要经受这样的一种质问 要垂念和考验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